字幕提供 小... 不是 差點說錯了 索馬利 為什麼呢 這幾天 情緒都很波動 當然的 因為最近 淡馬發生 連環撞馬 不要笑啊 為什麼不能笑呢 最近某前輩被人笑 聽到聲音打你就知道 有時候應該嚴肅 所以今天的節目 就會帶些嚴肅 最近有人問我為什麼 那天你去港馬這麼嚴肅 真的要看了 那些場合 很少見到 也不想見到 雖然我自問小米都罵不少騎士 但我也不想騎士 這樣的收場 所以現在幸好吉人天上幾位 聽聞都沒有我們想像中 這麼大鋪 最大鋪 最大鋪的兩位都過了 嚴肅 福永又一日後 也會回到日本坐醫 熙威心 我也在網上 跟他 查過一下 應該不是他回答 可能是他女朋友之旅 我也希望他快點好 因為他曾經有一面之軟 其實他有甲丸 本來以為這個星期 甲丸是他騎的 說好了 可惜最後 那他不會不留下來 什麼不留下來 應該不留下來 因為他選擇 不開刀 讓他自然 生存 需要的時間會長一點 也有個好處 他年輕 差很遠 很年輕 希望他的體質 異於常 早點好 很坦白 也不想看到這些事情 因為我小時候 有一次我很記得 我不知道是哪一年 第一場 是菊草 那一年 是護士跌下來 我沒有記錯 天保堤 如果是錯 大家認證 說錯 我都不理你們了 天保堤 那場是1650 因為他一開閘 不久 轉彎 所以那場 是少數 響過一小時 不算 不算 很少 為什麼不算 出閘就不應該不算 因為1650 要跑兩個圈 一開閘 一開閘就過終點 他掉下來 然後他再要轉個圈回來 因為他怕一回來 那時候還未搞得到 那次很多人都以為 護士那次是麻煩的 誰知道護士真的福大命大 最後都沒有事 我小時候很記得 其他太不開心的 不要說 那天天氣特別 春雨綿綿 真的很不開心 我很坦白 沒有人想見到這些事情 那天見到 當然 不過每個人 對於這些事 可能很多人笑談生死 好像 今天那段片 我們不會播的 網上就會播回這段片 我不播了 看得拖得深 不是假裝 我真的不想看電影 這段片我們不播 不過有一次會播 金槍六十 這個十九年聖 的巴幣的紀錄 也要播一下 這場 國際短途賽 我就不想播 真的不想再看到 當然事後很多人都去了某一位老前輩 那位張基先生 那些很奇特的言論 可能他笑看生死 我只能這樣形容他 如果不是 當然 有人都怪 蔡俊佳說 那些日本騎士 薑城差 所以跌下來 很嚴重 當然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 當然很多人全息 沒有所謂 到張基先生 會突然評論了 郡達昇 那個 看法 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以一個 資深 這行 這麼有地位 的 馬平 怎麼會有這麼奇特的言論 不如我們先來聽聽說 下個賽馬 先聽聽說這段對白 很少 日本沒有怎麼回到馬後追 當然就有其他馬以外 少些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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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賽果屬於是不正常的 等於 那麼 賽馬 很多時候也會有風險 不過我覺得 有些事情要講 那個時候很明 我說過文達昇 自己最差的名次 現在的馬,你贏的馬是留著跑的, 你根據貴昌市的房,房回來就沒有了, 你跑這些大賽,你都用這些馬, 現在目前的進階跑馬應該就放在前面, 所以有事,很難說, 因為因爲的外檔, 其實連馬斯馬主都想爭取最佳的名詞, 大家都不想, 你試過放那頭回來就站在那裡了, 沒錯, 那些獻心聲就... 好了,回來了, 那個全息當然很多人都怪責他, 有些人說群組不要讓他作廣碼, 我看見群組這麼寫, 我只是說笑而已, 我覺得張基先生, 我不知道是不是現在的年紀太大了, 我不是攻擊他, 你想想說話, 或者是群達昇上季留下, 那次真的是爆胎而已, 往時都靠前竹賺食, 那次爆完胎, 然後他經常留下, 然後沒有表現, 只有那次, 只有那個基數, 只有那一和, 你竟然今天, 跌了是不是不需要講這些話, 可能張基先生, 他人生, 笑談生死, 沒有什麼都見過, 他自己都可能真的曾經支持, 上年都說, 早兩年, 腦部都做過小手術, 可能他真的笑談生死都不怕, 所以他覺得這件事很輕微, 但是那個場合, 是不是需要講這些話呢? 通常這些場合, 就是小說話會比較好一點的, 是啊, 一句話一句, 一向我對女主持, 沒有什麼讚賞, 那位Kitty O, 表現真的很好, 這次我小米真的大力讚賞他, 好得看, 就是, 這位小姐真的, 我本來對他以前也有這些意見, 我真的鄭仲向你道歉, 我覺得他真的好得看, 就是好懂得處理這個, 就是他覺得, 我這樣心裡想, 你們這些傢伙是不是瘋了, 亂說的, 喏, 王志康也有得看, 就是有時候, 來到這些場合, 無謂為賽馬會的公關添煩添亂, 是吧? 就是, 最重要的是, 現在是怎樣, 不要有評論, 劉侯成, 不如你這樣說吧, 這隻馬不要出了嘛, 你去買牛炮, 這隻馬助港那些馬應該退役啦, 害人, 這就是買牛炮, 對不對? 就是說那些什麼姜誠叉, 蔡政司, 那你就叫他日本騎士不要來咯, 居然是很危險的嘛, 這些事情是不是應該說呢? 不過我覺得他那隻馬, 本身應該是斷腳的, 我看他不是失踢那麼簡單的, 這個問題不是, 沒有人, 限船跑馬三分險, 永遠大家都沒有人猜到, 猜到那個, 鬼不知道媽媽女人嗎? 事後我當然知道, 我今天出來, 我不是跟你說笑, 有個叔叔真的買了那幾隻, 賭馬那幾隻馬, 我收購他的票, 他也不賣給我, 不是啊, 我也買中那幾隻, 我找中一隻, 顯達聲, 然後後面那幾個, 顯心聲, 沒有人想, 我不是說不對, 有時候, 講什麼場合, 就要講什麼話, 其實這些是, 我想這些是, 中國人最基本的, 基本的禮儀, 沒錯, 每一個靈堂都笑, 笑看又, 哈哈哈, 你該死啊, 這些事情, 你多活兩年, 哈哈, 賺了啦, 這些話不應該講的, 所以, 你那封吉兒, 我都做柴頭數給你, 哈哈, 不會的, 那你去喝, 沒有啊, 你結了嗎, 給你多一點, 做多一元給你, 會不會, 會不會, 中國人, 有時候有些秘技, 所謂禮儀之邦, 中國叫做, 中國叫做, 中國人有忌諱, 當然我不明白, 可能他的地位很高, 當然, 那天, 大家早就炸了, 那些人經常罵, 就說, 喂, 又來, 為何大賽, 賽馬會沒有別人, 已經有人投訴, 又搶了一陣子, 那天, 我去了勁馬港, 那天, 我的WhatsApp那裡又說, 這個, 章基又去, 那我就說了一句很好笑的說話, 我就說, 咦, 為何經常有線, 他明明是屬於有線的, 為何每次有線, 跑傷大罪, 他都不幫有線講碼, 去J2講碼呢, 即是幫賽馬會的官方頻道講碼, 為何呢, 他跟有線沒有合同嗎, 那如果我坦白看, 我問了一句, 我問了很多年了, 如果你是因為章基而申請有線電視的18台賽馬, 那天沒有的, 我是不是應該用商品說明條來告他, 這樣就對了, 對不對, 有人罵章基, 一定有人喜歡章基, 兩極化, 但是, 我想問, 如果當天, 我是因為喜歡聽的基歌, 氣吞如遊, 遇滿藍鞭的, 我就是安裝了18台, 但你要逼我看J2圖, 我不喜歡的, 那我想問為什麼, 有沒有人解釋給我聽, 這是什麼條例, 可能最後一個結果就是, 因為官方這兩個台都是有贊助, 所以, 那些主持互換, 是不是這樣, 那你又不叫朱鎮輝那些過去, 黃志豐那些可以過去的, 康公那些怎麼不過去呢, 如果你這樣解釋, 就是不合邏輯, 我那天開玩笑這樣說, 當然那些, 身邊的人說, 哎, 你那天叫什麼, 你這麼捨不得, 那天這麼捨不得, 沒想到最後, 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電堂級的, 就是, 就是, 我時候覺得奇怪, 就是你不要把我買, 不要把我買, 最後一次嘛, 一次過贏過, 那人沒人知道, 179倍, 那人是爆胎來的, 叔父, 你知道嗎? 每次你買得放頭的, 大哥, 我罵了多貴,那次菊草,他一開閘,衝了一閘,然後受於被跑回,我說不好啊,大熱鬧都被跑回,記得那次嗎? 1920馬貴,七勝一場次就跑第七了,下次就保重了 那場我就找他做膽了,就中了伏了 十五元那次,他退出我就照收錢,不要說那隻馬應該跑,不要說這些話,這是廢話 這隻馬有很多人說,這隻馬有很多毛病啊,這樣那樣,如果照這樣說,應該不跑,這隻馬跑來幹什麼?明知輸了 當然不是,跑馬就是盡量,這隻馬在評分裏拿到一個好處去做 我如果不是有毛病,我就不是這個評分了 不是,你這樣說,今季跑四次,五十一倍,八十七倍,六十九倍,到國際賽那天,二百零三倍,不應該跑吧 不要馬牛跑,每隻馬沒有人知道的,他上季爆那次一百七十九倍被人知道 馬你怎麼知道哪天想跑呢?我覺得希偉生是絕對沒問題的 我絕對覺得他這隻馬,最後這隻馬有時候靈計,他跟著他做得很好 你怎麼知道他入席路一定收腳臉,你怎麼知道呢? 你怎麼知道呢?全部都是憑空肆,說馬牛跑,我不是說衝你老人家 有時候那些事情,不要搞這一套啦,是吧? 搞到網上的人發起輿論說你,我老實說我真的不太開心 不是因為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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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是德度高人,是吧? 你已經整天了,年輕人你又不喜歡,這些騎士發揮錯,你又不喜歡 那你喜歡什麼呢? 幸好那天真是老實說,坦白說這個Kitty O,我忘了中文名字,那個字很難讀 他真是好東西,所以我接下來那個叫什麼? 他跟駱駱林做個PPS講過,我也看了幾次 真是好東西,人家說話好得體 真是說話好得體 真是會傳教他,跟你繞回場面回來 她真是,這位姐姐的不是很好,我真心,她真的整個,整個節目 本來弄到蠻蠻嘴的 牠絕其實慢慢跟你繞回抣 人家都�そんな美味的,她真的有能力把節目扭回選 真不是很波他 好像 Mercy Borg hello 或許我們是有資格說他是小朋友 現時下的年紀耶 就是,你不需要做這種事情 就是得度多助失度寡助,這個社會永遠有 為什麼現在的馬平人整天被人嚇死呢? 不是你貼士得與不得的問題 就是你有時候說話,說多說少,說多說錯,沒所謂的 就是你的品行 不需要做這些,說這些是有什麼意思的 說我買了你複日,應該是複日不要跑了 退出嘛,我就省了幾點 說真的,如果複日退出呢,我一定會中那條Q 不是馬毫跑,蘇明倫常常可以買的 顯身星是我的第二選擇,但我是複日閒頭 我現在複日不跑,我還會做二重彩 有機會做三重彩 事後說嘛,馬毫跑 我自己不叫他複日退出 複日退出,我就中了,我一定會中的 不是馬毫跑的,是不是 沒有啊 人們經常覺得,經常都覺得我 我公司人經常說我 但你有沒有覺得他有一點物極必反呢? 潘土連殺三場,其實我的心其實 第四場我已經想到沒事的 就是最近你見他今天出來的照片呢 他的鬥心很強 就是他都說自己沒事的 就是在Instagram裡面 他講了其實他沒有什麼事 看看馬毫,我想最快 就是如無意外 下個星期三 我就覺得未必可以 因為他說他肋骨傷了 不是,他說不痛 他說不痛 他說不痛 就是馬毫拉一追,但馬毫拉一追不到 哈哈哈哈 就是跟他連殺三場 不是,你猜不到追不到 你猜不到追不到 就是你一早贏了姚滿平 想著一定追到了 真的追不到 那你都站在那裡 都說今年馬毫拉是非常 你猜不到零星 不是,我今年已經盡量少買了 不是,我不敢說 第一,你見到喜歡潘頓就好 不喜歡潘頓就好 你看到他走出來 都說趕著出來 證明他的傷勢都 不是很嚴重 你看到他的鬥心 就是他如狼似虎 現在很多人都變成他是馬場警察 大哥 是不是 一開始連勝三場 你不是說得笑 是啊 是啊 是吧 尾場那隻 包裝那隻許騎 許到小 那隻少爺仔未必能夠過去 少爺仔可能超溫 但是有時候跑馬就跑到小 就是沒得說 有時候跑馬 就是 沒所謂 說多說笑 不過有時候真的要合乎自己身份 是吧 對的 我很坦白 我不是說得罪我 講少一點 沒什麼所謂 有些場合避忌 有人問我為什麼不開玩笑 我說怎麼說的 大陸 大陸 怎麼說 不懂得說這些話 難道還說幾個爛解嗎 不要吧 那我們換話心情 看看這場最開心的事 看看金槍60點就贏了 這場 被誤為19 win 應該是全市上最厲害 經過這場就 二檔 是 是 是 按住 都 二檔開樓怕塞車 但是 都 最後 都塞了一段 都不用怕 其實馬裙不算緊 看直鏡就緊 那 幸運快車就 快一下 然後 戰武者 今天 同主兩件衣服 反而這次很奇怪 那隻 勁駁 這次放在很前 裡面是陳年美酒 那 有一隻馬很重要 那隻叫夏威夷 這個夏威夷 真的 相當之 不說得 裡面 中間 放著金槍60 就是金槍的第二名 那隻幸福笑容 裡面那隻就是野田賢君 證明日本馬也不用 中短途 日本馬也不用太害怕 那轉彎 那你見金槍60 就拿到中盪 已經定了 其實已經拉鬆了馬群 然後拉鬆了 很多人都以為他選外面 他沒有選 他選外面 他選外面 裡面你也怕他會塞 這裡會塞 其實沒有事 然後 他又開了中盪 然後 後面有一個 樓後 給他一個位置 快車沒有力 快車沒有力 突然間沒有油 快車一年開了一兩次 緊局 但他也算是贏得遠 這次馬 今年還有進步 想不到 馬主 陳生當然不用說話 收獎金收到笑 收獎金之餘一隻 這麼厲害的馬 戰武者連達不得盡 誰知道 幸福少榮 我都說過多次了 其實他都沒有打邊 其實這樣60 真的贏得 幸福少榮 我都覺得 我跟大家說 轉了馬房 是有些變數的 會員信我都有 後肚跑來死 冠軍車手 我都以為這隻馬 都有機會 換了宋明倫 最後排第五 陳年尾走排第六 幸運快車 就是正常 勁駁就跟了太前 為什麼這個戰略沒有人知道 不知道基哥會不會說勁駁 跟這麼前 為什麼呢 這一下我笑一下 這場不知道為什麼可以笑一下 今天六十天都破了 所有以前馬王紀錄 現在等他一次破一次 看他今季六歲 好像比以前更厲害 大屬大用得很厲害 真厲害 真佩服 我想 八一一 有時候 就破了所有 所有 什麼數據 什麼數據的紀錄 我想他 也不是貴 明天就有隻同老鬥 明天就有隻盡神 哈哈 已經拿了接近一億 接近一億 陳先生 也是很喜歡養馬 不過嚴格來說 也行運 之前養著金錢炮 就五班 馬膠已經養很多 他的團體 金槍霸 金槍蜜 金槍威 很多 很多金槍 我覺得他以前已經有 但是 簡炳池年代 在澳門養他也養很多 當然是謝桂泉 陳先生 他也是對賽馬 很烏熱誠的人 有時候 人生 他不算是一個很出名的馬主 但有時候 走運起來 走到腳趾尾 是啊 入一隻就夠了 這隻馬 破了數據 贏到你都不相信 現在 看看可不可以 貼近 這個 馬可以去到二十場 現在香港也沒辦法 阻礙他 現在只不過是你們 會不會 希望他去 跑外地 那你喜不希望呢 老闆 其實 如果去外地 未必是一件好事 我覺得 因為馬馬始終 因為很有趣 我們身為一個 我們有時候馬迷 是當馬平家 因為你去到外地 第一 可能是場地不適應 還有就是 跑法對手 因為你在外地 通常都是一 跑一場 你就走 如果你跑日本的對手 我想沒有夠力 因為最極的就是 放聲歡呼 都退役了 我相信千六都沒有馬 就是跑二千 日本馬馬 通常都是二千 那你還要獎金呢 你未必有這樣的獎金 安田應該是很高的 我想現在 安田就六月 六月尾 應該六月 六月頭 六月尾 就補重 補重就未必跑 補重才跑二千二 那這場千六 看看馬主心意 如果我這樣說 接下來再跑一場 已經突破二十場 那你就多久沒得破 怎麼破 很難的 沒有的 後來者也很難的 做二十場馬 連續贏二十場 哪有可能 突破到下一場 應該都差不多一億 那一億就 我覺得出去繞個圈也好 我想都 會不會留下來配重 配不到 沒有了 沒有了手掣 這麼嚴重 沒有手掣 好像當時 黑黃的 要焗煙 要不然太壯 那他猜不到 你怎麼能猜到那隻馬 這麼厲害 當初 也以為是 三班的時候 也以為是一隻 普普通通 季尾還輸了一次 那些人以為 咦 我們以為是普通料 誰知道 然後就扶搖席 上到你不信 是吧 開頭我還記得 兩季之前 那次 只有那次 是 初出有四十七元 只有那次 四十七元 即是那次應該大大 大棍 1200米 那次七五分 他贏完那次就加九分 四十七元 現在的賠優 你怎麼買 現在買不到 那次 我記得那次 只有四十七元 那次 我不知道為何有人懷疑 他不行 那天 季初 第七場 他贏 只會贏 牛角仔 反而牛角仔十九元 潘頓奇 因為牛角仔 牛角仔十九元 金槍六十四點七倍 即是 麗凱榮那次 開心好玩五倍 那次我還記得 你一生能賭一次 金槍六十 那次你中 就回本了 贏過幾萬 都一跑就不一跑 就算你現在買 最多少一點 少很多 如果正中就有所謂 現在香港 香港現在除了 長途馬丟零 中距離馬都丟零 很少 中距離馬都可以 你看看 都還是夏威夷 沒有什麼馬 現在川河專區 就退馬 很少 即是沒有 你現在再看 下年也是多隻 加州星球上去 跑短途 即是你接下來 加州星球上去 如無以外 三歲已經這麼厲害 四歲就不得了 大家這麼想 那一隻 都是國際短途 錦標賽見的 應該不會 部署跑一里 那些 暫時一里 你看到馬 都是 都是那些 這個 真心 都是那些 那你 怎麼搞 其中以前的一個長期對手 加映之星都會去報二千 跑二千 不跑了 二千 可能隨時 免得經常做老爺 千年老爺 偶爾都可能會趁一場 賣部速 被放到 如果你跑一千六千 千四千六 根本都不可以 跟你 走回來 贏 那你怎麼搞 這次還要 你見他贏 他都沒有打邊 不斷推 還要不是很大力推 哎 要不要推 根本一看 安居平 路 經常說這些 時語 當然 香港有隻馬 都很開心 是否喜歡 有種不種也好 是不是 因為跑馬 你沒有什麼焦點 就很滿 就是每次 這一次 很多人都認為 我都 當初 都擔心 這些馬 日本馬 可以威脅一下 那些野田賢軍 只要看清楚 那些野田賢軍 一千磅都沒有 是 我經常覺得一千磅沒有 中短銅馬 我是有點不喜歡 可能有破數據 因為不夠爆炸力 我喜歡中短銅馬 是比較肥小小 好像肥仔厲害的 不幸沒得說 肥仔厲害的 好像那天1377 1400磅馬 不過1377 真的太大 如果是1112 我最喜歡 我喜歡中短銅馬 是一千多 一千多 一千一二 那些 金槍六十 就是1116磅 就是我喜歡那些 如果一千磅 那些馬 多數都是 中短銅馬 我不是很喜歡的 可能有破數據 有破格的 但不是這些 長途就沒有所謂 長途以前 彪叔說過 瘦馬跑長途 不會空機發達 那些馬跑長途 因為不夠耐力 他們只有爆炸力 也是這隻 也是 值得可喜可學 這個金槍六十 這個 十九英 看什麼時候跑 當然我沒有留意 什麼時候還有一千六米 我沒有留意 因為那些浪費氣 是不是 我想大家現在的焦點 就是跑完這個 這個全年最高潮之後 那些人都會去完 就開始由 下個禮拜 我想就會猜 誰會打給冠軍 是 大家就想 會不會 這個趙芳華 由法律谷 贏到沙田 暫時 有沒有打給明星馬 我也沒有想到 如果有 大家可以說 哪些打給明星馬 四歲打給明星馬 覺得很厲害 你可以提議一下 那麼 禁了六十 其他 香港盃千七萬個一場 就唯獨愛你贏 沒什麼說 不過證明 就不要經常說 川普連帳 很奇功 即是說去什麼變化 這次馬差一點 差一點輸 最後跑幾步贏 又被莫雷拉偷襲成功 當然 那一場馬上 我也有介紹 帳王 跑得很好 詩欣有時候 真的是大賽騎士 真的是大賽騎士 他跑一級賽 真是 很有心機跑 雖然很博 跑得差 但是 他那天兩隻馬 顯深星和帳王 真的跑得相當好 真的 一句話一句 我們平時對詩欣 有很多意見 但是 他跑一級賽 真的跑得好 日本仔 就不要再跟我說 多厲害多厲害 唉 不要騙人 那些老朋友 你真的玩多厲害 不要回家玩 Winning Winning姿勢 多厲害多厲害 我不覺得厲害 真的 你要罵我 那些馬差一點輸 兩倍六都不夠吃驚風散 差一點被莫雷拉偷襲了 正路兩隻馬應該不能跑 但是 有時候就是 因為騎士的 製造驚險鏡頭 就令你 真的 如果你要馬給何宅堯 我想 起碼有人過半馬位 跑馬就是這樣 所以 就不要說 國際平衡 不用說了 那些浪費 那些 香港只有三隻 都威風了 你買多時事有餘 長期把第四的 那沒辦法 好東西的 有獎金 對於我來說不好 除非買四連環 這些馬你應該吃大茶飯 那 國際賽就 告一段落 我們放慢 就等 三月 這個 打鼻 今年 我暫時 我未知有什麼打鼻 我也未知有什麼 太突出 就像你所說 那隻 剛才你說的 那隻 那隻跑谷草而已 是啊 不過看走勢 谷草應該拿了一個百萬的挑戰賽之後 就拿了 那你再贏 那你再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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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那麼多谷草 你跑了 那你就等 那你也要 要 等進步 你沒辦法 那這些 那你要對 阿羅富全有信心 這個好像是親戚 還是親家 是啊 那這個 我也是 要信的 那你還有什麼四歲馬 大家就想一下 用什麼四歲馬 我想 都開始了 那四歲三貫 就很快 開始了 對不對 就快過年了 今天十二二十四了 還有四十多天 就已經 我要問你拿利是了 是不是 是你給利是 我而已 不同 你是老闆 大哥 對不對 那 說明天 明天 就 拍八場 那正常 當然 當然 明天 你會看到 都 少了 潘頓 欺威心 其實都挺緊拙的 蘇紹輝 二月一號才出來 還有二月一號 我想還有一段時間 那 我看網上好笑 為什麼不叫蘇冥倫 馬昆 那些牙義氣 馬會 叫他們 多留兩三個賽馬一天 我心裡真的好笑 那些人好笑 那些人好笑 有時候寫的東西挺有趣的 因為你沒有辦法 他現在不行 因為他們不是真正正式入境的 他是特時渠道入境的 要點對點 如果他再留 就是 每天 只是在酒店 要不就是在馬場 那就頂多一個星期了 哇 現在沒有人 那怎麼辦 但有個問題 你有好馬被騎 那天蘇冥倫連串上名 那天真是好表演 你不要說 那天包裝長勝 我都叫人買 他說行不行 老友都買得過 我覺得他會小 不得送給輸給 我們導演也是少爺仔 自己也應該 好了 今個星期八場 在說話 你契仔這陣子很正局 我知道 停賽 但是 靜不靜局呢 暫時不買 又不買 讀出 我知道 你契仔 不買 怎樣 我就是第三場 五號 御風超影 楊明倫 還有天衣無縫 蔡明嘯 天衣無縫 天衣無縫 因為我覺得 趁現在亂局 真的 可以 買一些華人 小看一百 二十九倍 二十九 五九 好 單骨嗎 不是 另外一條 就是 第八場 正本歡心 搭席 銘記之心 哇 傷心而已 是啊 哈哈哈哈 這條就十倍 傷心 是啊 真的 傷心 如果莫黎拉 銘記之心也跑得不好 那就沒辦法了 沒辦法 喜歡這兩隻 是啊 是啊 那麼 都可以 頭關就有一倍 美關 美關 其實都不算冷的 其實說真的 美關這條一陸就比較熱 我想林場應該去十六七倍 現在十倍我覺得是偏 不過第八場通常隔夜飛也不能夠作準 是啊 因為有很多人過下去 是啊 就是 我覺得 略是熱一點 好了 小米一邊三匹馬 我又是第八場 我喜歡十號駿天士 這隻馬 駿天士的衣服就是駿著士 駿著士 就是 其實駿著方家拍之後 都對得起太公婆 駿天士其實是跑了兩次 第一次也算是挺好的 跑第五 不過那些飛 其實連續兩次 這些馬 那些飛也是這麼尷尬的 93 上一次就轉去跑泥地 泥地就跑第六 九日八倍 這次 沒有用何宅搖擾 那麼 用了田泰安騎 很特別 那田泰安和方家拍 基本上合作就有的 不過不算 你說很緊密就不算 那 那 那 阿田笑就 叫做 福大命大 對 他反而是最無事的 阿肥仔很厲害 阿肥仔可以繼續跑 證明他都 有些運氣 這個騎士真的有些運氣 會閃 這場 阿賭臣介紹的 冥記之心 大熱門 就小心 晉天師 就一攻二破 所以 小米 這個 第八場 就喜歡 晉天師十號 對 那就是 今次小米一面三批的選擇 話說回來 聖誕節 接下來 我們將會有一個 叫做 阿賭臣 將會出現這個 叫做 冬日美食節 沒錯 冬日美食節 會 會 會展 12月 24 至28日 賭臣 會在那裏 賣酒 不如出現這兩張照片 買門 你自己介紹一下 這個位置就是 3M30 我們是賣清酒的 我們就有些優惠活動 買滿300元已經送酒具 接著600元 和1000元送兩款不同的紅酒 我們為 答謝小米 支持我們 那我就會送出一些入場券 喂 那 我就拿入場券給大家看一下 那就是這些 每人 每人有兩張 每人有兩張 那如果大家怎樣拿呢 就去小米樂園Facebook 那 那 我要入場券 那 我今天會放連結 那裏 你說要入場券 那我就會inbox你 我會寄給你的 你不用來拿 你給我一個地址 頭十位 那我每人有兩張 那另外 如果大家還想要飛的話 那 我們就可以幫你 坐和阿賭神爭取 是的 我們會有些電子 但是只能夠在15號之前 就是明天 明天 跑魚馬 是 十二點鐘前 是 你便給下電話 聲明 電郵 給小米 是 那我就會 十六號早上 就一早就 給你一個電子的入場券 是的 那這個沒有限制的 那 那 每一個電話電郵 只能夠是 一張票 就是 你不能夠 說 不是我的問題 是大會規定 你申請了一個 一張入場券 他就不會再給你用電郵 不如 那 不如 那些 十一朋友先拿 另外 小米會二十六號 去這個 單案裏 破壞的 大家一起去見面 下午三點 之後 四點後 才會來到 大會現場 我會站一會 然後 乘機會偷下 賭神的酒 如果我貓了 希望各位老友 就 送我回家 接下來 大家會見面 聊天 如果大家的朋友 離開冬日美食 不是說 一定要光顧 各位和賭神 大家打個 嗨 因為牆內 都有很多食物 不一定要光顧我們 這只是一個優惠 給小米 我們 觀眾 不是給我 沒錯 給你 你給觀眾 我打算偷你的酒 你剛才說 找保安拉我 在牆內 是不准飲食 不准飲食的 我想偷你的酒 又說找保安拉 又報警 多餓 如果大家有興趣 當然 23日晚 我們應該會再做一次節目 到時再叫 請賭神興 呼籲吹雞 唱一下 萬瀏人為首 懶得我騰騰鎮 希望各位到時候 再來見 到時大家報復式消費 十六號 最後一千元 派賣 老強 不是老強 這個 八大湯 到時再說 如果今天要飛的朋友 就留言 在Facebook小米樂園 留言 需要的 我就會 找你 然後 會寄給你的 你們不用來拿 我會浪費兩元 油費寄給你的 不用客氣 好嗎 今天節目 做什麼 做給我 好了 接下來 我做節目 因為跑星期六 我就會星期五晚在家裏做 那位仁兄 如果又上來罵我 就記得星期五晚 我等你 另外 接下來23日 我們都會再約賭神 林平安夜 穿不穿 平安夜之前 平安夜之前 我們要不要穿一些 聖誕 你買就行了 沒所謂 到時我看看 OK 好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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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